群聚吃飯釀貨 新北設計師傳播鏈連環報 18號國內新增16例本土確診個案 其中15例都跟設計師傳播鏈有關 而這起餐廳唱歌群聚感染人數 目前總計24人 那位在台北的有6位 新北13位 高雄3位 泰南2位 那當然都在一個傳播鏈 那當然是一個比較好消息 不過事實上它是在 等於是在北南同時都有 它雖然是一個群聚 可是是從市面八方來的 指揮中心高度關注這起傳播鏈 就是因為接觸人群複雜 不得不趕緊控制住 而18號的確診人數中 有7例來自新北市最多 並且都跟新北市設計師傳播鏈息息相關 我們可以看到 寫婦女跟寫夫妻的 就是19993跟19994以及1995、1996 這四位是住在永和地區 然後19951是住在板橋 就是我們所謂板橋國中生的那個案例 然後1997是住新店 1998是住在中和 另外煉油廠傳播鏈也新增一例 燃營工程師曾到台南拜訪客戶 而該名客戶的同住兒子因此燃營 而指揮中心也說明煉油廠擴大篩檢3218人 結果都是陰性 目前煉油廠疫情暫時穩住 但仍然要持續觀察 原始新聞給我們臺北市採訪報導 今天那就是 19994 19994 19974 20199 22674 1788 2015 20196